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20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确诊个案新增2386例 而其中花莲则新增86例确诊个案 花莲县政府也特别召开记者会来进行说明 花莲县20号新增了86例确诊个案 其中包含小加拿大梅与补习班3人 布里花莲医院13人 外县市婚宴群聚10人 外县市艺人及疫调中的59人 足迹遍布花莲全区 礼拜五即将要开学 即将要开始恢复上课 所以在这里就会要提醒大家 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孩子们 如果您在感觉有咳嗽 发烧流鼻水喉咙痛 有点类似 类感冒或者是类新冠的症状的话 请我们的家长或者是相亲 都可以带着孩子到以上26家 我们的医疗诊所来做挂号来这个就诊 那如果医生的评估之后 他可以给您我们的公费的快塞剂 为的就是第一个 要希望礼拜五恢复上课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安全的 记者惠中教育处也宣布 新增了无所国中小级幼儿园 暂时暂停实体授课 呼吁家长务必关注小朋友的健康状况 如果有生病就先不要进入校园 那孩子呢经过学校通知停课呢 我请假再加照顾 我可不可以申请这个防疫补偿 那第二种问题呢就是 孩子确诊COVID-19的时候 我请假再加照顾 我可以申请补偿吗 第三种呢是孩子收到 自主健康管理通知书 我请假再加照顾 我可不可以申请防疫补偿 以上三种情况呢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因为他跟那个 防疫补偿金的一个 最原始的那个规定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 除非你小孩子收到 是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所 开立的居家隔离通知书 否则就没有办法申请防疫补偿 照顾者呢 照顾者他防疫补偿的申请原则 就是生活无法治理 照顾者要照顾生活无法治理的对象 就是如就读国小12岁以下的孩童 那再来就是接获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通知书的 第三种是没有违法隔离规定 就是没有善治外出的 再第四个原则呢 就是原有工作 那为照顾没有领取薪资 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那个你要有那个没有领到薪资的证明 另外有一种叫做自营作业者 就是类似在职业公会家宝的 那那个部分呢 就是用切解的方式 就可以来取得了 针对防疫补偿金的部分 社会处长陈家富也表示 民众要以收到防疫隔离通知书的 所在地为主 向当地政府申请 而期限则为两年 可以透过邮寄零贵 或线上申请的方式办理 如果没有被通知补件 就是已经完成申请 作业程序大约需要两个半月才能拨款 请民众要耐心等待 记者徐立琴华林士报导